近载运通 最低檔的股票 而且今天盤中立刻能夠贏錢 各位注意 我是沒有跟你算300張 這麼便宜 5塊 6塊 5塊錢 6塊錢的股票 每個人都買得起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是不是證券股 你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證券股 你自己看一下 來 康和正也是大漲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是不是證券股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說在今天來講的話 保持一定的精神 人人可以分享 做對一檔低檔的股票就夠了 我就這麼問大家一件事了 今天來我就直接推薦證券股了 老師證券股為什麼好推薦 這些年好弱 我說你可能太年輕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是投資超過了25年以上的朋友 或是30年以上的朋友 那時候我才大學 你有沒有想過 當時的證券股價值多少錢 12682的時候 以現在碩果還存在的 群益證來講的話 當時是來到101塊錢 而且今天金融股也補漲上來了 不要忘記當時的股王叫做什麼 1975的國泰金 1975塊錢 所以大盤 各位想想看 大盤已經創新高挑戰12682了 再爛的金融股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應該也有反彈的機會吧 但是金融股的確是有環境的變遷 那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一直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納悶 親愛的投資朋友 證券股憑什麼不好 從現在開始我相信 因為已經創新高這樣的情況 將來整個證券的一個所謂的交易量 一定會更大 包含了現在台灣 你看 中國大陸 現在中國大陸什麼 會台幾條 26台還是33條 不管 總之裡面有一條就對了 他說希望能夠港台通 或是護台通 換句話說 以前是我們希望跟中國大陸A股 來做交流 所以一聽到A股有交流 證券股就漲停板 現在反而是中國大陸說 錢都跑去台灣了 我們希望能夠跟你們通 那我問你一件事 台灣基因卡邦的時候 證券股是101塊 我們只能拿群力證做舉例 因為那時候到現在 有很多都已經變成金控股了 如果以純證券股來講的話 請問一下群力證在這個地方 你覺得合理嗎 再不要講太多好了 民國97年 金融海峽到現在為止 證券股根本沒漲 97年金融海峽到現在為止 金融股完全沒 證券股完全沒漲 你覺得合理嗎 大盤已經漲多少了 97年 97年在這 大盤從這裡已經一路漲上去 這是多少 應該是5千多點吧 現在投資朋友 4190點到現在為止 所以昨天老師昨天想想說奇怪 昨天剛好看到郭董 郭董出來 又去 你怎麼 網友怎麼這麼 所以大家做事情留點口德 我一直覺得我在做股票 也是在做功德 因為我會視你是一個什麼樣的投資人 來做 幫助你做決定 所以我說過 這一次一直跟各位提當衝 盤中銀錢實驗密碼 是小資族可以做的 這幾天當中 我跟各位介紹了什麼股票 從頭到尾介紹的是證券股 6塊錢 7塊錢 從頭到尾跟各位介紹的是什麼 10塊錢左右的一個年電 年電10塊錢到現在也賺4塊錢 為什麼跟你介紹這個 就是能夠幫助很多年輕人 那麼現在年輕人都是愛講 什麼學生貸款 不要利息 一個月不要利息 也不過才235塊錢 一個月不要利息才235塊 那對你的人生有什麼改變 不好意思講 你把你的電話費拿來檢查一下 不要每次都吃到飽 不就有235塊了嗎 這有很嚴重的情況嗎 但是如果你能夠在一天當中 好好的掌握住一個價差 好好的掌握住一個價差 甚至你真的不用打電話 現在打電話不用錢 網路電話不用錢 來公司跟我們家族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問一下 老師昨天講那個最低檔的股票 什麼東西叫最低檔的股票 最低檔股票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昨天我走在路上 我直接跟各位說了 有個婆婆就認出黃靜德了 就說你是 我有在哪裡看過你 我說你應該沒看過 通常我在路上被人家認出來 是裝作不是我 你就是那個電視台分析師 下一區當然就是一堆人圍過來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我一看這些全部都不認識 我說那你們想賣什麼 台積電 我說不對吧 你現在去買台積電的話 等於爬到山頂上面去追看看雲 還會不會飛 我說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你去台積電已經漲上來 你去那個山下看看 有沒有哪個股票沒漲的 我說打電話給你的營業員 你們家的股票有沒有漲 沒有 營業員每個都苦哈哈 鄭卿業每個都苦哈哈 從鄭索罪之後 好像那個營業員 真的是苦哈哈到現在為止 都爬不上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不用回到這個高點 只要回到這裡就好了 回到金融海嘯以前就可以了 大盤已經回到金融海嘯以前了 證券股憑什麼不能回去 我今天來跟各位講 只要時間夠 而且我必須要這麼說一件事情 這次的證券股 會比較早一點出來的原因在於說 航運股到現在還沒翻身 航運股到現在EPS都還是負的 至少證券股 EPS是正的 航運股比證券股還貴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台灣對外的這些 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 但是台灣島內 包含了之前跟各位講的 營建股資產股 你說老師營建股資產股 長上去都跟不上去 你忘記這個就是 最大的營建股資產股 加上金融股 加上證券股 昨天看這個所謂U12的棒球比賽 你看那個星光金控廣告打多兇 今天股價還漲得古文秀兇 中華隊古文秀贏了 星光金控是最大的 你全世界都知道吧 所以我經常發覺一件事 巴菲特老師說 叫做彼得林奇 Peter Lynch 他講說最好的財富 就發生在你的身邊 各位看到沒有 最好的財富就在你身邊 你下單給誰 你下單給誰 我問你一件事 這樣你說永遠不會漲 我不相信 我這只會告訴你三個字 我不相信 股價已經創新高了 證券股還躺在最低點的位置 所以我這幾天當中 已經開始在統計了 各位看到沒有 哪些證券股是最便宜的 我最近會慢慢公布給我家族成員 如果你真的前面 台積電沒跟上來 後面紅海你還沒跟上來 我真的是拜託你 什麼森陽半導體你也沒跟上來 你要我給你什麼 你這時候跑來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歸黑漲 我告訴你 今天如果沒有良心一點 因為投資人都喜歡追漲 我跟你講大家來買台積電 用力買多買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現在直接跟你預言 將來如果真的有什麼崩盤的 台積電套牢的人最多 為什麼 記不記得當年哪一支股票套牢的人最多 將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台積電就這麼 台積電就這麼 漲…漲不停 有一天爆出去的時候 他套牢的人最多 其次可能是什麼 PCB PCB現在也是大大的轉機 而且我也敢跟你預言 如果台灣有什麼 漲不上去的情況 現在目前沒有 就是沒有就是沒有 有什麼漲不上去的狀況 第一個問題發生在台積電 什麼情況 讓我先保留 以後再跟各位說好不好 但是現在你不要想那麼多 現在這個行情裡面 每天漲下來都跟你講說 你看像昨天 有人在討論說 這個是什麼跳空缺口 捷徑缺口 再見缺口 什麼call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我以我現在的眼光 我一看過去就知道說 這個節目在討論的內容 到底是不是有一定的幫助 你懂那意思了沒有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尋找 那個真的有幫助你的人 現在不是在跟你 在那邊純聊天 在那邊跟你講說 我們來講政策 我們來講明年的景氣 如果真的是講景氣 講政策會賺大錢的話 我告訴你 現在是研究所的所長 每個都好的人 證券公司老闆不用當了 給他當就好了 對不對 建築系的系主任 就直接來當那個建設公司 老闆就好了 這是兩回事 學問歸學問 但是現實的狀況是一回事 你可以說全世界景氣都不好 但是問題是 所有台商的錢都一直回來台灣 那我問你一件事 台商回來台灣 那錢放哪裡 要不放房地產 要不放銀行 要不就放股票 放股票 證券股能不漲嗎 而且有人說 老師 今天怎麼漲金融股 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這真的是 我真的必須要講說 你已經忘了很多事情了 請問金融股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不是收你的存款 而是第一個幫你做房地產貸 第二個什麼 幫這些台商做房地產貸款 第三個部分是什麼 他自己的錢還要去投資 買相關的股票有沒有 請問開發金手上有多少台積電 你有去算過嗎 跟外資都可以比了 你知道嗎 跟單一外資絕對可以比 國內金當然也有 新光金當然也有 什麼叫八大航庫 你沒聽過嗎 請問一下大盤都漲了 他們能夠不漲嗎 今天金融股是最強的 金融股最強的 有人說老師金融股很大 跑得比較慢 我告訴你 金融股裡面還有個東西叫做證券股 而且跟你是最直接的 證券股只要大盤都漲高 營業大廳有人 成交量變大了就會漲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模式 你什麼時候聽說證券股還可以 我們算算它咖啡值多少錢 毛利多少錢 這個金融多少錢 證券股最簡單了 所以我昨天跟今天 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我當然有比證券股更好的股票 我當然也有辦法幫你找到說 接下來下一步要大漲的個股 你看這個都還沒漲完 各位看到沒有 頂多是休息 他們漲完之後接下來漲什麼 你絕對有辦法來找我 我就直接告訴你 你絕對有辦法來找我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你是說 如果你連證券股都沒有賺到 你在別的家族是錯的 如果你連證券股都賺不到 這麼簡單的 那你自己說這個行情不好 絕對是錯的 如果你連證券股都不敢做多 你去放空當然是錯的 股票市場裡面 我常常講一件事 掉在你身邊的錢不會撿 其他的你不要跟我講 對不對 你說我要賺錢 結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 看到一千塊掉到地上 你竟然站在那邊不會動 那你請問一下 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要賺錢 掉在地上有一千塊 而且還跟你講說這個撿到 假設我們現在說撿到錢不用還好不好 當然這是不鼓勵 那你不會撿 那你要跟我說什麼 所以歡迎各位想盡辦法撥通專線 黃靖哲在這邊幫助各位 在一萬一千里以上穩步 想辦法抓到低檔股賺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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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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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碰到我们公司的一个业务朋友 我还顺便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说不定你这些投雇的这些从业人员 11月份以后生意才会真的好做 你说老师为什么你这么讲 11月份以前长什么 这支十大支 这支十大支 948块钱 要不连台积电都涨这么高 打脸所有投雇 因为说真的一件事 台湾投资人真的不晓得哪边不对劲 就是不喜欢买台积电 这我也都懂 但是我这么跟各位讲说各位 反而台积电这一涨上来的时候 这是法人的股票没关系 但是到了11月份都涨这些 你看一下都是咻咻 都很便宜的股票 来 公信8块钱 做对当天就是2万块 甚至后面还有 各位看到没有 来 信仓花多少钱 14块钱 中红多少钱 9块5毛钱 红眼镇多少钱 6块钱 我真的想算你200张 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 现在的投资朋友 但是这次都是偷讯到的时候 每支股票都在这里 我问你一件事情就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现在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一定要买 追人家最热门的股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低档的股票 往往不会有人跟你抢 而且只要时间够 注意 我昨天不是讲一句话吗 请问中红的老板 林立守先生 我看大概电子股 一半以上的人都没他有钱 他还在这么低一点 你担心什么 你觉得这个行情涨完了吗 你不觉得今年很奇怪吗 台积电涨到快疯了 结果中红 我林立守应该是比他们有钱 可是他们的股票就一直涨…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各位看一下 这个 一样性仓化 请问一下台泥会没钱吗 股价还这么低 你觉得他不会救吗 就这样一句话 请问证券股来 证券股老板不有钱吗 每个都很有钱 911Benz 你知道吗 但是各位 股价都还在最低点 为什么 因为你到现在为止 一直觉得台湾的价值 没有现在营运力上想像那么高 我只这么讲一件事 因为这些年 以台积电作为全值比重的一个比例 真的满高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些事情 好像都被台积电掩盖了 但是一样的道理 台积电现在最大 就算台积电跌三次停满 我告诉你 那个政策股都应该还有补涨的机会 不就是应该这样子去想吗 就算台积电今天跌下来 还有 接下来5G到现在 我只都还没正式盖了 你看我们台湾5G已经通过了吗 没有 所以你到底有什么下车的理由 我现在直接告诉各位一件事 很多人问我说 黄老师这波行情里面 第一波会长到哪里 我一直跟你强调说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一张一张算了 你就记得去看我的传真稿 或是我写在非凡商业周刊上面的 我说这个V型反转到多少 11641 这不能改 写在周刊上面 你去看 我觉得现在我要讲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努力一点 认真一点 不然你赚不到钱是你的事 你可以把我前面几天当中 所有的节目看了五天就好了 只有昨天我跟你说 到了11641 今天应该会小收黑 但是不代表这个行情会拉回 因为后面还有 各位啊 还有一个嘎空的力量 是从这里开始 空单假的不退的话 就要准备开始嘎这边的空单 从这里到10月10号的空单 这一嘎下去不得了 这一嘎下去不得了 所以股票市场的高低点 是由行为来断定的 我直接跟你说 我的算法不是叫什么到12682 12682那个叫韩爽的 我算法是直接说这些 如果这些空单又开始认赔 因为现在已经这边里面压力 压力非常大 现在换这边如果压力大的话 这个数字绝对是超过你目前 这个数字都要改 我只能这样形容这句话 可不可以啊 你去算算看是不是 从这里一直到V型反转之后 满足点在哪里 这一次的满足点这么快一次到了 给你看满足点给你看压力 不是看说这个压力来你就要下车 而是要看大盘碰到这个压力时候 它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它这次的反应很直接啊 来 我台积电已经到了这个压力点了 我电子股到这个压力点 我休息立刻转进金融股 表示我每次休息的时间 都有股票来做补涨 而且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现在目前讲证券股 还不是因为营收涨上来 今天营收涨上来的股票还满多 各位看到没有 营收涨上来的股票还满多 还不是因为营收涨上来的 而是直接就告诉你筹码面反转的 基本面现在目前为止也看不出问题 筹码面一路上要反转 我问你一件事 那你到底现在在做什么 我经常说人生啊 如果是真的这种高点 你都把握到的话 你走得好一点不用看这个节目了 你不用直播室在那边听我唠叨 对不对 但是我做什么事情 我做一个分析师 我做一个这样股市的评论员 我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跟你说 帮助你 这也算是帮我自己积功德 当你看我的节目觉得说 我们真的赚钱 你看了节目你也赚钱 你自然会来加入我 大家都是非常自然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也很少在那边跟你讲 快来喔 不然你会吃苦 什么盘中的时候 一定要把牌盖起来 我说有什么好盖的 直接给你看也没关系 你说老师 那我们三个月之后见 OK 没问题 你说我只有6块钱的股票 我买得起 OK 没问题 大家认识就好 你赚完这第一档 你一定想赚第二档 第二档绝对不是证券股 证券股差不多就是这种标法 反正成绩量有多大 他就怎么标 那接下来 营界资产股也很好 你看 各位看一下 2101的南港 我跟你讲了之后 到现在为止 一路上上去还没下来 你随时随地可以卖 虽然我认为南港到这个地方 可以说差不多了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也把国产给带上去 你住在南港 你不知道南港要涨 他的名字还叫南港 你不知道国产那还勉强 但是国产你印在墙壁上写很大 国阳今年也不错 对不对 2362的蓝天 现在是双子星 今年来讲的话 建设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磐石 还有一个非常浅淡的利多 我现在留着给我家族成员说 各位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说南向政策是对的 因为印太战略 印尼太平洋 印度太平洋战略 现在是美国必须要完成的 而台湾是这个印太战略里面 最占有资讯占的一环 这种状况之下 从刚才提到的金融战争之后 现在整体性的网路战争 也以台湾为中心 台湾请问一下将来会变什么样子 甚至军事上也可能是以台湾为中心的 一个情况之下 你觉得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他们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 从过去 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交WTO 到现在 连美国在野党 金瑞契 这个样子 这个众议会议长裴洛西 通通都站起来 而且比川普更反对中国的情况之下 台湾将会站在这位置上面扮演什么角色 你给各位有没有想过 美国今天竟然直接财政部长讲说 台湾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觉得奇怪 是干他什么事情 不对 也不能说干他什么事情 你是要叫美国全部都来投资台湾吗 所以 这谁最早跟你说 美国人投资台湾来干嘛 什么东西进去之后回家最快 正确股进去最快 对不对 什么东西还在最低点 而且在美国有做所谓水管方面的运输 钢管方面的运输 这个就是了对不对 什么东西在美国有设厂 台塑台铃这个信仓化有设厂 来了住哪里 住南港 对不对 你各位想想看 几乎每天都在帮你想办法 台积电涨上去之后 你觉得他们会买什么 买联电 买什么 买鸿海 你不要每次都涨上来你才问我 老师鸿海涨到90块了 会不会到100 这个真的是 难道你没有 不觉得说考试吗 这个我常常讲一件事 你跟我说 70分可以进步到90分 我觉得这简单多了 90分进步到95 我觉得也不难 95分要进步到100 越来越难了 你怎么拿这个来 你专门来考老师就对了 你一定要把老师考倒你才高兴 不过现在你问你儿子 你现在考70分 今天认真一点明天就90 90再认真一点95 95要认真到100 爸爸我初心 不小心就没中了 你就这样子看老师准不准 这样有道理吗 好了 股票 昨天涨今天还在涨 以前涨现在还在涨 都还在冲 各位看到没有 3406玉金光 这是10月份 这一叠都是10月份的 这一叠都10月份了 你要盘中零钱时间密码也可以 你要留下来 放一段时间来赢他也可以 盘中零钱时间密码它有技巧 你可以每天从里面找钱 你要留一段时间 我说过今天真的是送你们了 这么多证券 glaube 几六支 不是说这支 那我们做股票不能只讲一支 这是直播节目 各位看到没有 你别害我 再多支自己选 自己挑好不好 我已经帮会员朋友挑好了 自己挑 哪一个是最减一的有获利的 像符炭基金这无本 thing 你就不要选好不好 總會有一兩支表現不好吧 所以股票市場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你能夠掌握住這個盤通銀錢 時間密碼掌握住方法的話 那錢是你的財富重分配 懂得股票的人 我說過 不會在那邊送外賣 而會直接買宅配通來賺錢 對吧 才不會那麼辛苦 人生當中理財永遠是勝過薪水的 只是你懂不懂理財這個方法而已 很多人就是拿自己 還要買彩券一下 我看看會不會掌握 你不認真當然是掌不到錢 認真的話好好找一個老師 我相信在現在來講的話 我很有自信能夠幫助大家 歡迎各位跟上這個小資族的專案 請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咱們中午見 有不當制裁的財務利益關系 以往這支校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正要進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竟在運通 明達總部核心抽盤團隊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明達總部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